作为全国第三批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八个省份 河北 辽宁 江苏等地昨天发布了本省份高考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明确从2018年秋期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 根据公布的实施方案 河北 辽宁 江苏 福建 湖北 湖南 广东 重庆八省市 将采用3加1加2模式 即3为全国同考科目 语文 数学 外语 所有考生必考 1为首选科目 考生需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物理 历史科目中选择一科 2为再选科目 考生可在化学 生物 思想 政治 地理四个科目中选择两科 实施方案明确 从2021年起 八省市普通高校招生 依据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参考综合素质评价进行录取 新高考考生 总成绩 由统一高考科目成绩和学业水平考试 选考科目成绩构成 满分750分 其中统一高考科目 语文 数学 外语 使用原始成绩 计入考生总成绩 每门满分150分 选考科目中 物理或历史 使用原始成绩 计入考生总成绩 每门满分100分 考生在思想政治 地理 化学 生物学中 自主选择的两门科目 按等级复分后 计入考生总成绩 每门满分100分 由于科目属性的不同 由于参考人数的不同 那么学科之间难以用原始分进行比较 采用等级复分的方式 把这种无法比较的科目的原始分 用这种科学的算法 把它转化成了可以比较的分数呈现方式